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公 吃饭了 来啦 吃饭了 来啦 吃饭了 香香 香香 海莲 去见你妈吃饭 快点 去见 姐 姐 妈 你又去哪儿啊 又是出去一趟 姐 最近怎么回事啊 感觉怪怪的呢 不是奇怪 是神秘 义父 你说我妈她也不用上班 整天静静出出的干嘛呀 我怎么知道 你干嘛呢 干嘛呢 你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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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再多了 不可能再多了 你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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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上班 你干嘛 但是五百万一到账 我必须拥有使用钱和开发权 其余的资金 我会在三个月内如数到账 好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喂 还好吗 赵剑 你好吗 还习惯吗 我觉得挺好的 我对了 我见到你那几个小兄弟了 真的 他们怎么样 他们好吗 他们都好 我不是帮村里办了渔场吗 他们正忙得热乎朝天吗 谢谢你赵剑 可惜啊 你怎么样 我听你的声音 好像也挺累的 是挺累的 不过呢 累得还有点收获 我听大脸他们说 你每天都早说晚归的 在冒险什么呢 事情还不太成熟 不想现在告诉他们 那听起来是件大事 的确是件大事 你那有传着号码吗 有啊 我传个东西给你看看 好 收到了吗 好了 收拳了 看起来规模很大 他就快属于我了 什么 你打算把他买下来 四千万 很值吧 四千万 你哪来那么多钱 这个 回头告诉你 你在外贸集工作那么多年 比我有经验 我现在呢 是用一千万资金 买下这个楼盘 然后我再把这个楼盘 抵押给银行 这几贷款四千万 你觉得可行吗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怎么不说话呀 自军 我刚才在想 你还是不是那个小时候 在雨里 丢了些着急的小鸟了 告诉我 你哪来这么大破裂 你是不是觉得 太冒险了 是 有一些冒险 不过我觉得理论上 是行得通的 真的 但我觉得实施这个计划的同时呢 有很多东西要更近 我明白 那就好 现在我很想帮你 有你支持我 就足够了 大姐 有什么五百万 还有 四千万 妈 你没发烧吧 突然到手一大笔钱 不知道该怎么折腾了吧 是的 你花五百万那么多钱 干嘛呀 干什么 我妈突然一夜之间 变成了大富翁 然后又把自己 想变成了穷王蛋 都说完了吧 妈 你带我来黄公家干嘛 吃饭 你看对面 你不会要拿四千万 来买这个楼吗 你看外面是不是上次吃白食那女的 你疯了你呀 你看 您看好了 这五百万都打到这个账户里去吗 对 现在就打过去吗 是 等等姐 等等 姐 你可要想清楚吗 这一旦打进去 咱可没有回头的路啊 我知道 这一招 我们绝不能输 打吧 什么 你还用动用剩下的五百万 紫军啊 钱虽然是你的 股费也是你的 你想怎么动用啊 那都是你的自由 可是你想一想啊 一下子抽出一千万 那可是咱们厂进一半的资金呀 万一有个闪失 那厂子该怎么办呀 老厂长 你先别着急 我真正动用的 其实只是五百万 另外那五百万 我会说服银行 以股票的形式来做抵押 还有那四千万 我会通过三年的盈利来换清 三年 你有信心 只用三年的时间 就让资金回笼了 我有 如果万一中间出现差错 那五百万的资金损失 由我个人来承担 我也建议厂里边 能够注入资金 这样的话 产情归厂里 我是法人代表 整个经营管理 由我来负责 利润呢 由我们双方 按照投资比例来分配 哦 现在我们厂里面临一个 最大的问题 就是人力过剩 如果这个饭店建立起来了 我们就可以把一共员工 经过培训 到饭店里去就职 这样也解决了 我们厂里一个大难题 对 你的想法呀 很大胆 真的很大胆呀 不过从原则上来讲 我支持你 谢谢 可是 这么重大的决定 还是要经过厂领导班子 来讨论的 好 我等着厂里 给好消息 你是张子军吗 我是 你申请的是什么公司 老师年大饭店管理公司 饭店 那主要经营的是餐饮是吧 不 我要的是 吃住娱乐为一体的 综合性经营权 我要开家 真正意义的大饭店 喝茶 好 妈 你要贷款五千万 那栋楼不是只有四千万吗 剩下那一千万 你干嘛用 剩下的 大部分作为内外装心 小部分作为 培训基金 还有剩下的 等于是资金运转 最好银行的贷款 能够解决问题 这样可以少动用厂里的资金 最好收服厂里 为贷款做担保 好 算了 跟你说你也不懂 快去问行功课吧 哦 妈 你自己处身体啊 好 啊 你这么说 还没想到 在啊 好 你这么说 好 快去吧 说 那 也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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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是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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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